家喻事務 每一年都在找頭路 人口流失 我回到生幾個時候 到現在都跟我說 家喻事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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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职场 我们一起出场 这次呢 总共有78家的厂商 参与释出5000个工作机会 国内500大的知名企业 那我们还有 我们请说 很贴心的 随身工艺 像他的文具的 一类品 让我们求职者 大出校园的社会青千人 还有在校园 独树已经满15岁的 学生大公族 那么到底为了要做什么好呢 在我们的植牙旗舰馆 请到专业的 心理资商师提供建议 还设计了我们的幸运卡 帮助民众 给我们解释起来 优势与能力 找到更适合的工作 谢谢我们的社会 谢谢